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 如何在搜寻功能中建立快速索引 我们可以使用开始功能表的搜寻方块 来寻找在电脑上的档案、资料夹、程式及电子邮件讯息 但索引的预设资料夹不多 像低潮却不是索引的预设值 这个时候就可以手动将资料夹建立在索引功能里面 但是建议各位不要建立太多的索引档案 因为建立太多的索引档案 反而会拖累搜寻速度 首先到左下角的开始 选择控制台 选择缩音选项 现在跳出缩音选项 预设值就是这些 我们可以在左下角修改的地方 新增或删除缩影位置 假设我要将使用者取消缩影 我在下面这边点选一下使用者 下面会自动跳到对应的资料夹位置 在左边的选取方块取消打勾 下面的使用者就消失了 按下确定 现在使用者的索引资料夹取消了 然后再按下修改 选择低潮 将低潮里面的公司这个资料夹取消打勾 这样在搜寻时就不会搜寻到公司这个资料夹 按下确定 本机持跌低已经建立在索引位置 公司这个资料夹在排除栏位这边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边可以看到 已经建立多少个索引项目 如果你的档案很多 那会搜寻上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 按下关闭 左下角的开始 在搜寻方块中输入刘亦菲 空一格 01 空一格 .jpg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多的档案 我们可以在档案上面 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开启档案位置 这样子就会跳出这个档案所在的资料夹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搜寻 我们想要的程式档案或资料夹 谢谢 我们下一个终构签并不当用的载签cipl